大家好,我是真实君 如果说要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分为低速缓行和高速发展两种 那么这个分界点一定是1978年 这一年我们共有13位副总理出访约20次 共访问了50个国家 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都加入了出国考察之列 中国人自1949年建国以来 从来没有像这一年一样去渴望看外面的世界 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就是五月份出访欧洲的古牧代表团 有人说他们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前队 也有人说他们是新中国走进现代化道路上的持后 他们从五月份开始 分别在法国、瑞士、比利时等五个国家访问了36天 在访问时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用震撼 真没想到等词语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请不要笑他们吐 因为很多这些我们现在看来都平平无奇的东西 却都是他们曾经学习过来的 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都快30年了 我们才看到这些 1978年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当时我们和别人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首先为什么说七八年以前是在低速唤醒呢 时间让我们倒回到1976年 我们伟大的教员与世长辞 同年四人帮也遭到粉碎抓捕 这意味着我们长达十年的精神内耗宣布结束 而在此之前 我们国家受到四人帮的革命破坏和在教员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 加上战争自然灾害和过度自信的思想 使我国经济农业科技教育军工的方面建树都没有太大发展 几乎停滞不前 由于那时的我们和资本主义是敌对关系 在错误的意识形态渲染下 任何关于资本的东西和拥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 都会被判为反革命走资派 轻则批斗劳敢 重则性命不保 所以人们不敢去发展 连卖一包老鼠药多养几只家禽 都会被判为走资派的当下 人们想的都是种好自己的庄稼 搞好自己的生产队 所以当时新中国成立已经27年了 却依然被国外评价为农耕社会 农民吃不饱饭 孩子尚不起学 联系靠书信 新闻靠报纸 甚至还有因家中孩子太多 负担不起而选择丢弃的情况 比比皆是 在要想搞好经济 就要先解决思想这样的大环境下 低速缓行是怪不得别人的 所以我们伟大的邓公 在经历过这些动荡 并接过新中国发展这面大旗后 一心想搞好经济的他 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帮助国人搞钱 并富裕起来 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能帮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 就不是坏主义 怀揣着这样理念的他做的第一步 就是派见代表团出去看一看 看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于是1978年古牧副总理带领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 仅30人的高级代表团出访欧洲 他们分成小组看了15个城市 考察了80个不同的地点 当代表团踏上欧洲的土地 就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于过去的定向思维形成巨大的反差 他们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 先进的工厂 繁忙的交通 人们勤劳工作生活幸福 在这里 他们看到了路宽30米 时速8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 可以招手集挺的计程车 可以不用接线就能随时打电话的手机 自由旋转的宽敞玻璃门 可以不用夏天播种插秧的机械化农场 他们在瑞士看到了发电厂 居然用计算机在管理 而当时国内计算机还是个稀罕物 看到了港口上 竟然利用机械设备把集装箱可以调到货轮上 看到了机场 竟然可以用电子设备来引导飞机进行起降 而在德国 他们知道一家公司的露天煤矿 年产煤达5000万吨 仅需2000名工人 而当时国内产5000万吨煤矿 却需要8万人 在法国的一家钢铁厂 年产钢铁350万吨 仅需7000人 而武汉钢铁厂年产230万吨 却需要6.7万人 在瑞士 一个水利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 职工仅需12人 而国内江西省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 需要职工近300人 在人均收入方面 1978年五国人均GDP是156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当时的瑞士 人均GDP是1.58万美元 丹麦1.18万美元 比利时1.03万美元 德国是9482美元 甚至当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人均都有490美元 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王全国 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 这一个多月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 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震惊 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原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 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而也是这次出访之后 一年内相继派出了更多的代表团 外出学习参观 在看完外面的世界 明确的自己的落后和国内外的差距后 便深度意识到了我们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于是在一年后 也就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终于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 开始拨乱反正 批判了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那如果有朋友不知道两个凡事是什么 请自行搜索 也同时认可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讨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 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 转移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一门心思搞经济 并提出了许多重大经济措施 对经济管理体制管理方法进行了认真改革 也就是1978年的睁眼看世界 1979年的改选一辙 给新中国如同打上了一阵肾上腺素 全国上下在政策的指引下大搞建设 与外资合作不断 经济特区相继成立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人民告别了食不果腹 一年只能吃一顿肉的苦日子 用上了大哥大手机 开上了桑塔纳 总结一句话 也就是老生长谈的那句话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翻天覆地的起点 便是1978年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咱们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ans诱 请订阅我的频道